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宅宅下半钟,我是阿芷 我是大三梅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今天我跟大三梅要跟大家带来一部漫画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告别迷你群》 作者是穆野葵 《告别迷你群》在2018年在极音社开始连载 那2020年由东力出版社代理发行 目前出了两集,还在未完待续中 不过因为作者的身体状况 所以目前是无限期停止连载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特别想要拿出来提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部《告别迷你群》它太过特殊了 我觉得这个让大三梅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觉得这部一定要特别提一下 其实主要是它包括它的故事本身的设计 它是在讲说叫做神山人纳的这个女主角 她就只穿着男生的制服去上学 然后别人都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去看待她 但是其实它的背景是来自于 它之前是非常有名的偶像团体 里面叫做Pure Club 尤其还是里面的Seaway 就是站在最前面的带领大家的那一个类似领导人的偶像 那她因为发生了曾经被粉丝攻击的事情 导致她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最后她觉得是来自于她 应该说她在受到了粉丝攻击之后造成了心理创伤 所以后来她就决定放弃偶像这条路 改变成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这样活下去 但是她否定了她身为女性的角色 所以她穿着男性的制服 然后去上学 算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厌恶身为女性的一个身份 我们觉得是少女漫画中蛮少见的一种设定 这部故事她当初作者这位穆野葵呢 她拿了分镜去投稿之后啊 那个编辑部就是好像当时还是编辑长看到 然后看到这个分镜简直惊为天人 她就觉得说不行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 编辑长啊排除万难 然后想办法帮她打超大的广告 而且她还亲自为她写了一个篇序 然后里面她就有提到说 日文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那时候她是说 有对这部作品感到默默关心的女性 但是没有跟这部作品毫无关系的女性 中文翻译就是有 目前在台湾是由东力出版的 那她的书腰上其实就把大概这句话的意思翻出来 就说你或许无动于衷 但你就身在其中 对这个很帅 对真的我们觉得翻译的很好 因为她其实就是在讲女性在这个社会下 而且相对日本来说 其实台湾的性别的态度 其实已经比较开放了 那在日本那个状况下 其实女性是常常受到很多的歧视或者是欺负的状况下 那这部作品就把这一部分描写的很好 她从高中女生的角度 还有包括女主角 她以前身为C位 身为一个所谓的女性 一个可爱女性的极端代表的一个偶像身份 如何最后否定掉她成为了一般高中生 和她身边的高中女生 去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事情 去描述这一些牙迫跟欺凌 对她其实里面 她除了女主角之外 她还有像男主角的角色 以及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女配角 甚至可以说是女反派的角色 对 男主角这个角色 她的定位相当的 我觉得这个男主角很有趣 她算是在整部作品中 少数会去体贴女性的男生 然后她会为自己身为男性 这件事感到羞愧跟痛苦 对 我觉得就是来自于 她里面有一个设定是 她也曾经是一个 对于女性被欺负的态度上 其实蛮无动于衷的一位男性 但是当她亲自看到自己的妹妹 被她们般的导师性骚扰的时候 她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无动于衷 竟然造成了自己的家人这么大的痛苦 所以她就某种程度上 真的是有点类似否定自己 也不算否定自己 她有点厌恶自己是男性的身份 可是又同时厌恶自己 没有很强大的力量 可以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这样是一个蛮有趣的反差 对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男主角嘛 那我是我个人跟我的小伙伴们啊 看完这部作品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这部作品把恋爱故事抽掉 完全无所谓呢 甚至我会希望她干脆把恋爱抽掉 是没错 就是里面有女主角跟她之间 就是少女漫画该有的那些害羞的情节 我觉得都应该要抽掉 让故事更有密度 更有直 就是更有那种密度 然后精辟 不过少女漫画嘛 对 毕竟少女漫画 没办法 所以男主角算是 唯一认出女主角 她其实以前是偶像的人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女反派 叫做味酒这个 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女性角色 这个女性角色 她其实后来也有察觉到女主角的 就是前偶像的身份 但其实在这之前啊 她这个女孩子她很有趣 她外表就是相当的亮丽可爱 那就是班上男生们都很喜欢的那种 那种我们知道 就会受男孩子欢迎的女孩子 对 而且她还会刻意说一些体贴男生的话 对 体贴男性 对 就是当假设如果有女孩子 她们在路上 就是可能就穿的衣服比较漂亮 然后被人家性骚扰啊 那可能人家就会说 哎呦你这男臭男人 我们穿裙子才不是要给你们看 才不是要给你们看了干嘛 可是她就会 她就会体贴说 啊你穿这样子比较暴露啊 本来就比较容易引起人家的那个冲动干嘛 就是她会说这种 类似 怎么说 体贴男生嘛 还有像那个女性车厢 对 就是为了避免能够避免被性骚扰 就会有特别给女性专用的车厢 那她也会说 哎呀 她又会故意说 我才不会使用呢 因为 因为我们要相信其他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这样 可是偏偏就是因为她说这种很漂亮的话 就造成真的觉得有需要使用的那些女性 她们碍于压力没有办法去用女性车厢 这个就很吊诡 这就是那种日本特有的读空气文化 其实我台湾人不是很能理解这玩意儿 其实我可以 应该是说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到底为什么她会有这种 这种做法 但是不如说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种会成为一种无名的压力 就有点像是说 在她的说法之下 变成是 如果你成为 如果你去搭女性车厢 那你就是相信男性是 就是你身边的男性是会 对你性骚扰的那一种 人 扣个大帽子给你 对 就是说 因为我不怕 我觉得这样子对其他男性也不好 不是每一个男性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会变成说 好像那我们去使用的人 我们就是故意觉得 男性是会对别人做不好的事情 然后把男性贴上标签的那一种女性 但是明明女性专用车厢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杜绝 电车吃汗的这个行为 才不得已做出来的东西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女性角色 她就是一直以来 她都是在故事中 变成跟女主角完全站在对立面的 那种态度跟思考逻辑吧 可是我们又会发现 有时候有些 有些画面或有些剧情段落发生时 你会发现 她其实本身也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 这也是觉得 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去看过之后 会比较理解我们在说的是什么 还有还有 还有个东西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这部作品 她其实具有悬疑的 悬疑的成分 没错 因为呢 当初伤害女主角的那个 就是那时候就是握手会 女主角她那时候还是偶像的时候 她的握手会 然后就有个不明男子 就是带着 就是没有露出长相 她就突然间拿刀划伤了女主角的手背 是 虽然有警卫想要制服她 但是她却把所有警卫全部摆平之后 成功的逃走 至今还没有落网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恐怖的跟踪犯 也不是跟踪犯 就这种恐怖的那种疯狂粉丝 她其实还没有落网 那故事就变成说 变成就进入了一种那种 悬疑的巨型的那种状态 到底现在这一个凶手在哪里 而且她也知道 女主角就是我们的神山人 这个女主角 她已经剪掉头发 成为了一般的高中生 就她也知道这件事 她还记照片去威胁女主角 那到底她在哪里 然后她之后又会做出什么 伤害女主角的事 也都是一个我们未来 算是蛮紧张的一个 一个点 对 这也是让人就是 你会看到这个故事 她一方面在纠结于女性之间 跟这个社会之间 她们的对谈 她们的呐喊 跟女性对这个世界的 各种不公平的反抗 反动 还有一些反思 然后她又有男性的思维 就是男性她们在面对女性 使她们内心该有的那种 怎么讲 就比较正常 也不是正常 就比较好的男性 她们的纠结 跟她们的内心所想 同时她又有带入了男女的爱情故事 虽然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 没错 再还有就是那个 这个悬疑的 你会不知道说 到底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更危机 更危险的事情 这个恐怖的疯狂粉丝 会不会又干了什么 就是一种处在这种状况 可是 作者就身体状况出问题 然后就暂停联带了 我们真的不得不说 其实刚开始 吉音社对于这部的宣传 真的非常有利 不仅在地铁直接打那种 就是你经过的旁边 一整面墙的广告 那时候是她们 光是新连载一话 就还会做那个 YouTube上面那种影片 然后有声音档 然后配合你的那个漫画 一小格一小格的进展 去做推广 还有她还在Jumper Plus上面 就是线上的 无论是纸本跟线上 全部都有连载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主打这部作品 但是画完八画之后 作者就休看了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而且材质短短的八画 她就有获得2020年的 这本漫画最厉害 女性部门的第一名 没错 所以你们就知道 这部真的看了之后 让人觉得 对 要看 真的要看 十分精彩 我们也觉得十分推荐 算是 你没有想过说 原来有可以 虽然是少女漫画 但是真的是 某一种程度上 提升了一种层次 可是你还是承认 她是少女漫画 我也觉得她很适合 给少女来阅读这部作品 对 所以 所以说就 目前也才等等的两回 那还是希望大家就 趁这个机会 把找来看一下 补一下 对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这次介绍的 告别迷你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大家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